字幕提供 Storage 它們的一些特性 包含說Register Register 在 CPU 裡面 數量很小 速度很快 但是數量很少 一般是 16 個或 32 個 Register ABCD EFZ 這樣子 因為在 CPU 裡面速度非常快 但是因為量很小 第二個是 Cache Cache 也在 CPU 裡面 速度也是很快 稍微大一點 但是也不是非常非常大 主機液體各位清楚 主機液體是最重要的 通常也夠大 速度會比 Cache 慢一些 但是還算 OK Disk 就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非常慢 相對於 Memory 來講就非常慢 這是它的特性 各位大家參考一下 就可以比較一下 另外談到一個就是說 Cache 我們上次提到 Cache 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一個 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 Integer A 它從磁碟把它搬到主記憶體 剛好它又被搬到 Cache 那剛好它又在執行 程式在執行要用到它 所以它又放到 Regist 裡面 也就是說同樣一個變數 它可能出現在四個地方 在硬碟有一份 那主記憶體有一份 然後它因為程式剛剛被執行過 或怎麼樣 它在 Cache 有一份 那它正在執行 Regist 有一份 Regist 有一份 Regist 也有一份 我就有四份 那這個四份 我們有時候需要去做一些 叫做 Coherency 就是說我要它們一致 不要說不一樣 你可以 當然程式會去改變數 變數本來就可以更改 可是一旦更改之後 你要很快地把它做同步 要不然有些 比如說我們講 Multi-Processor Multi-Processor的環境就是說 我一個電腦系統裡面 有很多個Processor 那假設它們共用這個 Variable A 共用Variable A 那有一個Processor改了它 那其他Processor就要趕快把它 要用最新的值 要不然有的用到舊的值 就不行了 所以本身就牽涉到說 這些所謂的變數 在不同的Storage 它們之間要做所謂的同步 就是這件事情 那底下我們再來看 OS的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系統 叫做 I.O. I.O. 那我們知道 OS本身的任務之一 就是說把一些硬體複雜的部分 把它隱藏起來 讓使用者很好用就好了 這是我們剛剛提到OS的任務之一 就是提供非常方便 好使用的服務 把複雜的東西藏在裡面 不要讓使用者來管 那I.O.到底在做什麼 首先它要管理I.O.的Buffer 我們知道 I.O.就是任何一個Device 都有一個Device Controller 硬碟有硬碟的Controller Printer有Printer的Controller 那網路有網路的Controller 就是網路卡 那不同的I.O.的這種動作 不同的設備 都有一個Controller 在Controller上面 都有一個叫Buffer 我們知道 比如說你要從硬碟讀一個檔案 事實上那個磁碟機 它會把磁碟的內容先放到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Storage的Controller 裡面有一個Buffer 先從硬碟搬到這個Buffer 然後這個Buffer 在想辦法把它搬到記憶體 我們知道 怎麼把Buffer裡面搬到記憶體 又很快呢 DMA 用DMA 如果你沒有DMA的技術 抓到CPU一個一個半 那就是很浪費CPU的時間 就是說 任何一個I.O.的Device 都有一個Buffer 最簡單就是像鍵盤 各位打這個鍵盤 打得飛快 事實上對電腦來講還是比較慢 你打一個字 這個字就放在Buffer 然後就產生一個Interrupt給CPU CPU就去執行那個相對的 叫做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那就把那個Character搬進去的意思 就是說你打一個字就放在Buffer Interrupt CPU CPU執行一個程式 把這個Buffer變成這個字 把它搬到記憶體裡面去 那如果說這個Buffer再大一點 就可以讓你打好幾個字的意思 你可以 如果你打的字比電腦還快的話 有可能打兩個字它才Interrupt 不過大部分是打一個字就給Interrupt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Device Controller本身會有Buffer 會有Buffer 所以不管是從IO搬到Buffer搬到記憶體 或者包過來 因為我們要儲存 有可能記憶體搬到Buffer 再搬到Device Input是這樣子 Output就是這樣子 出去 那這個Buffer有好多好多Buffer 因為你好多設備 不同的設備有不同的Buffer 這個管理 那做Cache 剛剛提到 這個 如果你資料存在硬碟裡面 資料抓總是比較慢 但是如果可以放在記憶體裡面 就是Cache的概念 放在主記憶體裡面 抓起來 因為記憶體的儲存 對於這個像 Register跟Cache還是慢 所以我就可以把 在主記憶體裡面的東西 再往前搬到Cache又更快 所以我們講Cache的概念就是說 把你的資料 部分的資料存在更快的 這個Storage裡面 這個叫做Cache的概念 這個也是Io的Subsystem裡面 會幫我們做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Spooling Spooling當然是一個名詞 它叫做 我們叫做 Peripheral Operation Online 就是說 Peripheral就是周邊設備 就是這樣周邊設備 同時運作的一個機制 簡單的講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叫做Output 其他的腳步可不可以同時 在做Input 就是 也就是說 假設你的程式 你的電腦同時 執行多個程式 那這些程式 本身在做 有的在做Input 有的在做Output 讓他們同時做 就不要互相等待的意思 所以叫做 Similtaneously Peripheral Online 這個Operation Online 就是周邊的這個設備 同時在運作 有的在做Input 有的在做Output 不要互相等待 這個也是增加 這個效能的這個設計 那一般這個Io的設備 會有一個叫做 Device Driver 各位如果有一些經驗的話 這個一般我們叫做 驅動程式 Driver Driver本身 有硬體的意思 有軟體的意思 當我們談硬體的時候 Driver就是那個線路 就有一些電路 叫做Driver 因為它要驅動 像我們說 IC的Driver 那這種 那可是在軟體裡面 如果講Driver的話 就是那個軟體 就是那個軟體 就是驅動軟體 就是你一個Device要動 你一定要有個Driver 那個程式去跟它做對應 這個叫做所謂的Device Driver 好 那另外 OS還要做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Protection 跟 Security 因為我們也提過 什麼叫做Protection 就是說 OS可能會有一些方法 來控制說 哪些process 或者哪些user 在用這個resource 可以用 或不能用 所以保護 剛提到 有些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因為沒有寫好 它嘗試去改別的程式的資料 或者嘗試去改OS 我們都有可能 各位寫程式裡面 你只要寫一個load 後面一個address 他就把它load 或者寫一個store 後面一個address 就是要把一個內容 存到那個address裡面去嘛 所以各位 如果寫程式 就開始一個store 000 就是從這個記憶體的最開端 那記憶體的最開端 那是OS在用的 所以如果你的程式裡面 就叫做store0 這個位置 代表你在寫OS 你要把OS寫掉 你在寫一個look 說從1到1萬 全部把它寫成0 你去把OS清掉 那OS不會讓你run這個事情 所以OS本身會保護自己 剛剛提到 所以他會檢查說 你怎麼會去寫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不是你可以寫的啊 他就把你殺掉 OS會保護自己 他就說 你的程式在這一段 這一段是你的程式 這一段 那你在寫 執行執行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去 要去寫這一段 位置 那這一段是別人的程式啊 如果你要去寫別人的程式 這一段OS也不會讓你做 要保護 互相保護嘛 那OS怎麼知道你的程式在哪裡 OS都非常清楚啊 因為你的程式在記憶體裡面 對不起 在硬碟裡面 那你的程式剛剛提到 在Multiple programming 或者Virtual memory的概念 你的程式不一定要全部塞進來嘛 你可以塞一部分進來 那你塞了哪一部分進來 塞到哪裡 這叫做Memory management OS都知道嘛 所以OS很清楚 你的程式擺在哪裡 而且你的位置 從哪裡到哪裡 OS都很清楚 甚至你有可能會有兩塊 兩塊或三塊 也有可能 這兩三塊都你的 不連續 但是OS都很知道 你就是這兩三塊 你只要寫程式的時候 執行的時候 你要去抓取 這兩三塊是你的 你只要想抓 它不是這兩三塊的地方 OS通常會把你擋下來的意思 你只能用你自己的空間 你不能用別人的空間 就是protection 這個OS都做得到 因為OS會記錄 每一個process 它目前有哪些程式在記憶體 而且放在什麼位置 它都清清楚楚 這是protection 保護自己 保護程式 第二個叫做security security是什麼呢 就是說 OS本身除了要保護程式 保護自己之外 它還要保護整個系統 不要被外面入侵 所以security強調的是 一些所謂的attack 從外面來的入侵 入侵到底是什麼呢 比如說 Denied of Service 什麼叫做Denied of Service呢 我們知道OS 就是提供服務的 Denied of Service 就是把服務阻斷 什麼叫做把服務阻斷呢 就是直接開一個網站 就是一個Portal Site 各位可能就設一個網 就要提供人家來臉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說 比如說我就寫一個程式 就丟很多風包進來 讓你這個程式呢 讓我的風包塞滿你的這個程式 那你的程式就窮於應付嘛 那你就不能服務別人了 就真的需要你來服務的這個使用者 得不到你的服務 因為呢我用大量的風包把你塞住了 寫一個程式送大量的風包 如果各位來寫 可能二四行就寫完了嘛 寫一個for loop就好了 就是不斷的送風包 送給某一個IP 就把它打掛了 這個叫Denied of Service 當然Denied of Service 是不是很複雜的啦 這個牽涉到網路的 像TCP UDP這一類的 這個我們這邊就不談那麼仔細 不過簡單的講 Denied of Service就是說 我用各種方法 讓你的服務呢被中斷 被阻絕 就是我們講很簡單就是 消耗你的能量 就是一個電腦 它一定透過網路嘛 這個網路本身都有它的容量 我一般叫做網路的速度 不管是100Mbps 或者叫Gbps 我只要產生足夠大量的風包 就可以把這個網路把它阻塞 網路一阻塞 你的Server其實就沒有用了 就沒有用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說 哪一個大的這個網站 它突然又不能動 因為它被攻擊了 Denied of Service 另外還有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Wall 乳蟲 乳蟲的簡單 乳蟲不是真的的蟲 它是一個程式嘛 進到你的電腦裡面去 它就想要繁殖啊 怎麼繁殖呢 反正就是把我自己 再複製到別的電腦上面去 複製 那你要複製 怎麼要找一個對象啊 好 它就Random挑 比如說我就產生一個IP 隨便產生一個IP 我就跟它建連線 好 如果連得起來 那個程式 那個電腦本身 又有漏洞 因為沒有 沒有上page 就是沒有上補丁 我就把自己傳過去 好 那傳過去之後呢 它又想辦法再傳給所有人 所以一開始一台中毒 然後就可能一下子一千台 一個來就一百萬台 就一億台這樣子 大概通常是 如果這個 因為乳蟲本身要靠城市的漏洞 作業系統的漏洞 那我們知道有很多作業系統 其實漏洞都很多嘛 常常在 我們叫做常常會公佈一些 叫做所謂 它有一些漏洞又出來的 你一定要上patch 上補丁 如果你沒有上 你就會遭受感染等等 所以乳蟲本身 它是著重在 怎麼樣複製自己 在複製自己的過程當中 因為會大量 大量 會讓網路癱瘓 所以網路本身會癱瘓 所以有可能說 這個乳蟲一旦發作 整個學校網路通通不會動 電腦都在 但是連不起來 我們知道現在 如果電腦連不起來 就等於沒有用了 基本上就靠這個 那vios就是病毒 病毒 那也就是說 一旦你的電腦 可能不小心 透過email 有人寄email給你 後面有個副檔 你就把它點下去了 你可能就中毒 那中毒之後 可能就會 有的會出現個畫面說 對不起你中毒了 我開始殺你的檔案 一個一個殺這樣子 有的會把你網頁換掉 所以我這會被誰共戰 換國企 換國企 像這種 所以很多這種病毒 或者說 我們叫ID的切取 你的帳號密碼 怎麼被不見 你的credit card 怎麼被偷 identity 就是你的帳號密碼 被偷切等等 這都有可能 所以這些 都是security 要碰到的問題 所以security 碰到的問題 更複雜 因為它要阻擋 從內部或者外部的攻擊 都有可能 這個是挺複雜的一文學問 所以有電腦安全的課 有網路安全的課 都談這個安全的議題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說 這個OS本身 為了以上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protection 跟security 為了安全 為了管理 這個保護 所以它會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 首先它第一個要 沒有區隔使用者 就是誰是誰 最簡單就是用帳號密碼 所以各位登入一個電腦系統 一般都會要求帳號密碼 所以帳號密碼用來identify 你是誰 然後呢 它相對於就會是說 那哪一個ID可以用什麼樣的檔案 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同樣一台電腦 不同的使用者 全線不一樣 各位如果管理過一台 這個server的話 你是有個叫root account 跟目錄 或者跟著這個帳號 如果account進去的時候 這個電腦隨便你做 就像電腦就是你的 但如果你是一般的使用者進去 很多事你不能做 就是全線的控管 就是說第一個靠這個所謂的 user ID 帳號密碼 那user ID就會 剛剛早上它就會跟這個檔案連結 告訴你說哪些可以用 哪些你不能用 因為這是你全線的問題 那有時候呢 為了管理方便 也會叫做group ID group ID 這群人都是使用者 那裡面有20個人 他們的全線是一樣 我就不用一個一個講 不用一個一個設定 就是一個group 我設一個group 就全部都一樣 比如這20個或這50個 我只要設一次 他們的全線就一樣 那你的全線 有時候可以升級 我們叫做privileged 的這種escalation 就是你可以升級 今天是這個等級 下次因為某種因素 把你升級 你就可以